非常巧妙的爭取到了大概40px的空間 再來就是左邊那條Menu Bar在那邊 無論你現在右邊的程式是什麼 那條Menu Bar都會在那邊 這不太妙 因為我們可能解析度沒有很高 或螢幕沒有很大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做Floating Bar的改進 我們把它縮過去 當你手指把它拖出來的時候就會變成這樣 這是有操別人的嫌疑 但是這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不論是剛剛那種hack或是這個hack 其實都用了iFriend Shim的技巧 因為你怎麼說呢 因為你看它的遮出來的那塊東西是不規則的 那不規則的話 變成你底下用iFriend去幫它遮掉它那個凸出來的部分 不然如果你底下有程式在開 那你開的程式可能就會把你想要蓋上去的網頁的元件去遮掉 因為那個是CPU在算不是瀏覽器在算 所以要去練小小的hack才可以 就是漂亮的不規則形狀 好 那第二點就是說呢 身為繁體中文的使用者 我們是需要螢幕小鍵盤來輸入的 那不只需要螢幕小鍵盤 我們需要讓螢幕小鍵盤可以接到輸入法 那不只需要輸入法 我們還需要比較好的鍵盤排列 不是像iPhone上面那種三排的注音 我們要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注音鍵盤 那這個在你focus到input的那個框框裡面的時候 鍵盤要自動出現 那你離開那個框框的時候 鍵盤要自動就隱藏起來 好 那於是呢我們使用了 哇 看不太到是不是 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使用了這個 Intel Marbley那邊的 之前的一個元件 叫做FVKVD 那去接上了這個SCIM的GTK Panel 然後呢 在patch SCIM Bridge 讓它在那個 focus in 跟 focus out 的時候 可以去做Auto High 跟Show的這個功能 那最後就大概長這樣子 這是鍵盤類要還沒有換掉之前 好 那有一個操作的影片 不過這個影片是蠻久之前錄的 所以那個使用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大家看一看 好 好 那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都 就是 就是這麼用的 好 那再來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呢 瀏覽器 那 嗯 就是 Touch的瀏覽器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在於 你不會想要去 讓你的手指 滑到螢幕的很右邊 然後按住那個 那個 Score Bar去捲軸 然後把它拖下來才能捲動網頁 所以你一定會想要在網頁的內容當中 就是隨便的撥啊 然後就可以有那個 這個捲動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叫做 Kinectic Scrolling 然後這個scrolling呢 不只是score而已 它還有加速度 比如說你撥得越快 它就要捲得越快 然後你慢慢的撥呢 它就要慢慢的捲 在這個 這個捲動它的過程當中呢 又不能觸發這個selection的這個event 就是你不能把你想要的東西框起來 好 那再來就是 不管你這個螢幕尺寸是怎麼樣 總是有需要放大的時候 所以要加上一些 這樣那個webview 它可以去做那個resize的動作 我們把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touch web 然後 這樣 對不起我圖放錯了 好 我們直接看影片 這個東西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是大概滑一下 就可以做那個scrolling的動作 那橫的滑也沒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 OK 好 那 這個根據這個 電腦無所不在的這個原則 讓人感覺不到的界面 才是好的界面 那 你根本不用去sense到有這個界面 所以呢 我們就偷偷的私底下呢 把我們的這個UI 叫做fillingless UI 這個 跟sense UI 就是做一點區隔 那我們創造了一個很容易修改 然後很輕量的一個環境 可以很容易的移植到各種各種各樣的平台上 跑起來還算順 也不太需要 也不太需要 BSP 或是說 SDK 這些比較底層的資源 那你只要原本 板子上可能有裝linux的話 我們就可以偷拿它的那個 Library來用 所以誇張一點的宣傳之下 你可以把它叫做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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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作業系統 一個expert的這個平台 當然這些都是嘴炮 這個嘴炮打久了呢 我們還是要做一點真正在技術上的改進 好 所以 所以呢 我們後來 在computize結束之後 又回頭過來看那個 BugTracker 還有我們的那個使用者論壇上 大家最常抱怨的幾點的需求 那 以這個 xpert這個 發情套件來講呢 最常被 被challenge的點 就是說 你們的那個 Windows Installer 不好用 然後呢 他說 我在 我裝很多 那個software plugin 因為我們有類似app store的機制嘛 他說我裝很多那個software plugin的時候呢 他處理得不好 那 這個 我 因為我們是live usb 或live cd 所以他 有方法可以保存他現在 就是所做更動 但是那個東西也不是很好用 大概 最常 最常被 被罵的就是這幾點 但是呢 我們完全就不理他 這個 請正確忽略 那真正的問題呢 其實是 這個 Hclient Integration 這個部分 因為這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功能 你可以在網頁裡面開 GTK寫的程式 QT寫的程式 你可以不用 用網頁去 全部重寫你想要的application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功能 但是它有一個相當大的問題 它的問題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呢 我們是用一個叫做 mozplugger的 plugin 來做 潛入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它呢 它是一個 NP API的plugin 各位知道NP API的plugin嗎 就是 Fyfox或是Chrome 可以支援的一個 瀏覽器的plugin架構 它在瀏覽器裡面 它在網頁裡 開一個 開一個 X window 然後呢 它透過它外部 自己附加的程式 去攔截你開的程式的XID 然後它一旦找到這個XID之後呢 它就把它就是reparant 塞到它剛剛開的那個框裡面 好 那 所以 所以 這個 這個 嵌入的這個功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它沒有辦法做到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去選檔案 然後 離開 或是說我這裡 比如說我是X Terminal好了 然後我另外又開了一個程式 那這些 後來 就是它已經把它塞到這個框框裡面以後 後來做的這些更動呢 我們完全無從了解 沒有辦法知道 那 只有Window Manager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就寫了我們自己的Window Manager 那因為我們的介面叫做 餐盤 所以 我們自己的Window Manager呢 叫做 餐具 好 但是 看中文實在太遜了 所以它真正的project name是 好 tableware 好 這看起來比較厲害一點 好 那 其實它就是一個 呃 web-based的Window Manager 好 你可以 在呃 你可以使用網頁 好的 各種技術 不管是HTML CSS 還有JavaScript 去處理你視窗的開啟關閉 還有你想要怎麼安排 好 做Text Manager啊 或是做Decorator 這樣子 好 那 那 Tableware的 技術項目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說呢 我們有一個 WebKit-based的瀏覽器 好 那加了這個Movell的那個 JavaScript Deboss Bridge 好 那可以做到行程間通訊 那 呃 我們寫了一個 NP API Plug-in 好 那也是 它算是一個 經典版的MOZ Plug-in 好 去開動 好 那 呃 再來呢 我們用那個Live XCB 去寫了一個Window Manager 但這個Window Manager 什麼事都不做 它只處理兩件事 一個就是呢 呃 它收到Map Request的時候 就把視窗畫在 螢幕上 然後呢 它把所有的Notify呢 全部透過Dboss 送到WebKit Browser裡面 那WebKit Browser裡面呢 那WebKit Browser裡面呢 就有一個JavaScript的 會去聽這個Dboss的Event 好 它看它的那個 Notification 的Type 然後決定說 它現在要把視窗 塞進去啦 關掉啦 移動啦 打開啦 或是說 就是Focus 那這個架構大概是長這樣子 就跟剛剛那個是一樣 只是我把它畫出來 剛剛畫這個 畫了10分鐘 還有我差點寫不完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Tableware的 示範的影片 那這個底下就是 那個WebKit的瀏覽器 那中間的那個 那個顯示字的地方 就是網頁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在Terminal這邊 開了一個程式 然後在這邊 關掉以後 它這個Event 它就會送到右邊去 好 那這個視窗呢 這是 這是只是demo 應該說是Proof of Concept用的 所以這個 Management的功能沒有很漂亮 但是呢 它就可以做到這個 把程式塞到網頁裡面 然後在 CREATE或是DESTROY的時候 會對它做一些操作 OK 好 那 你們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用Dbus 這麼麻煩的方式 結果明明沒什麼東西 又沒什麼功能 還要做IPC 因為我一直找不到一個 真正可用的G-Object 的Don Biden 所以 接下來呢 接下來 我聽說今天下午的 那個WebKit的那個 Reviewer好像要講說 有G-Object Don Biden可以講